8月15日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离开该国 同日 阿富汗塔利班发表声明 批准武装人员进入该国首都喀布尔 控制阿富汗总统府 15日晚 美 英法在内的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必须允许有意愿的阿富汗人和外国公民 能够撤离 保持机场 道路 边境通道开放和秩序 16日凌晨 塔利班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说 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 16日上午 大量民众涌入喀布尔国际机场 希望登上飞机逃离 驻扎于此的美军士兵朝天鸣枪试图阻止民众进入 结果引发大规模混乱 已造成至少10人丧生 另有多人受伤 对于阿富汗的局势 联合国安理会16日召开阿富汗问题紧急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接收 并停止遣返阿富汗难民 恳求国际社会团结起来 让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特别是阿富汗妇女及儿童得到保护 并再次承诺联合国将为阿富汗提供支持 拜登政府8月16日批准了历史上最大的食品券永久性福利 从10月1日开始将把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福利提高25% 届时全美将有4200万人受益 符合资格的民众平均每月人均福利将从121美元上涨至157美元 在新冠疫情的保护措施下 该福利有15%的暂时性增长 但将于9月底到期 调整后预计每年将额外增加200亿美元 在发生11起事故后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8月16日宣布 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展开调查 此次调查涵盖了特斯拉目前的Model Y、Model X、Model S和Model 3等全部车型 涉及76万辆特斯拉汽车 在调查涉及的事故中 有17人受伤、1人死亡 特斯拉和其他汽车厂商此前警告司机 使用系统时要准备好人为干预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指出 大多数事故发生在天黑之后 有关车辆都被证实在发生碰撞时 处于自动驾驶或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状态 随着美国西部95%以上的地区持续干旱 胡福大坝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威胁到加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 约130万人的水力发电来源 今年7月 被胡福水坝供应水源的水库米德湖的水位 降至1068英尺 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水坝建设后 该湖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 据美国开肯局的最新预测 到2023年6月 米德湖的水位将再下降30英尺 2000年 胡福水坝水位最高时 可供应45万户家庭电力 而目前的水位只能为约35万户家庭供电 海地西部地区8月14日发生7.2级地震 海地民防部门15日说 地震已造成1297人死亡 超过5700人受伤 随后 当地又发生多次余震 迄今为止最大的余震为5.2级 相关专家认为 余震可能会持续数周或数月 造成更大的损失 美国地质调查局警告称 当地还面临山体滑坡堵塞道路的风险 海地总理阿里埃尔亨利此前表示 国家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幸运灵桑 口温 沙山体滑坡堵塞道 海地的沙山体滑坡堵塞道